大家好,我是星座主编Yoyo 接下来被大家播报 2020年10月1日的十二星座日式 本日重要形象 白羊座满月,关系矛盾 容易自我受伤的一天 重点影响星座有 摩羯座,天乘座,白羊座,处女座,双鱼座 今天就是国庆节和中秋节了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祝小伙伴们何家还原 接下来了解一下十二星座的具体日式 请同时参考 太阳星座和上升星座 白羊座四颗星 白羊宝宝今天感觉还是很好的 出行游玩的朋友注意安全 这几天还是有些意外的隐患存在 不要掉以轻心 宅家休息的朋友注意饮食和运动 金牛座五颗星 金牛宝宝今天如果没有安排出行计划 就安静宅家放松吧 如果已经安排好出门 预留多一点时间这样更稳妥 还在上学的宝宝记得温故知心 双子座三颗星 双子宝宝今天的情绪有点过度兴奋了 可能是期待已久的假期终于来了 有伴者注意和伴侣冷静沟通 避免本来是想传达好意 却成了争吵的导火索 巨蟹座四颗星 巨蟹宝宝今天可以利用假期 好好思考一下未来的目标 回顾已经获得的一些人生成就 评估一下是否仍要保留初心 还是在远行的路上又看到新的契机 狮子座三颗星 狮子宝宝今天感到一些沉寂已久的记忆又重回脑海了 有些记忆可能并不是十分愉快的 不妨利用假期时间好好清理一下吧 然后重新开始 祝你座四颗星 祝你宝宝今天好好享受属于你的第一天假期吧 可以安排一些有艺术感的活动 动笔画画画 听听古典音乐 玩玩乐器 都能让你放松紧张的神经 天秤座四颗星 天秤宝宝今天可能会和亲密伴侣或兄弟闺蜜 一起度过国庆节 去公园散散步 去商场购购物 都是不错的选择 不过需警惕 意见不合引发的不愉快 天蝎座五颗星 天蝎宝宝今天终于开启 期待已久的假期模式啦 今天的审美直觉力很强 比较适合去艺术氛围强烈的地方放松一下 画展 露天演唱会都可以 射手座四颗星 射手宝宝今天可以宅家 好好休息一下 赶走工作日的疲惫 如果要开车出行 记得慢一点 途中多休息 饮食方面尽量吃熟透的食物 防止肠胃不适 魔羯座五颗星 魔羯宝宝今天可以回到父母身边 与他们团聚 尝试给他们做一些 新口味的菜肴尝鲜 在饭桌上多多交流情感 无论父母唠叨什么 都是被拟好 水瓶座四颗星 水瓶宝宝今天会带着好奇心 探索这个世界 多多和他人沟通 倾听别人的话语 用自己的热情带动朋友间的活力 有伴者需警惕意见不合 双语做三颗星 双语宝宝今天的生活不是很美妙 可能会感到某些事情带来的压力 可能会和老友或家人发生争执 可能很想逃避 不过不开心很快会过去的 点赞转发 人生开挂